大家好,我是刘亦 茄子别总是炖着吃和凉拌了 今天教大家一个饭店的特色做法 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 像这样做出来 甜酸四口,外酥里嫩,老少煎鱼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看一下 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几分钟就能够学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来准备一个茄子 用这种圆茄子,长茄子 或者是青皮茄子都可以做 接着放入水中 清洗掉表面的泥沙和灰尘 然后捞出控干水分 再用削皮刀削掉外皮不要 像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是特别嫩的茄子 其实也是可以不用去皮的 接着来改刀 先切掉茄子的地步要 再切成厚薄均匀的片 然后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小方钉 像这么大就可以了 更容易成熟 全部切好后 装入有清水的盆中 放入一小勺的食盐 用手搅拌化开 浸泡三分钟左右 这样茄子不仅不易发黑 而且在拍淀粉的时候 能够很好的沾上淀粉 所以浸泡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再来准备小料 少许的生姜先切成片 然后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末 切好后装入小盆中 少许的青辣椒 先切成细条 然后切成小钉 少许的红辣椒 也是先切成条 再切成小钉 放入这两样 主要是增加清香的味道 又搭配颜色 茄子通过几分钟的浸泡 然后捞出 把水分控干 控干后 再次倒入盆中 接着来拍淀粉 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一定要分三次放入 让茄子慢慢的沾上淀粉 而且粉的量稍微要厚一点 这样炸出来 茄子的口感吃起来 才会是外酥里嫩 如果淀粉拍得很薄 炸透后很快就会回软 通过三次的拍粉 可以看一下 茄子已经显得特别的饱满 像这样就可以了 炸出了茄子 好看又好吃 接着来调味 姜末盆中放入少许的食盐 两小勺的白糖大概30克左右 三勺左右的番茄沙丝 没有的放入两勺的番茄酱也可以 两勺的橙醋和一勺的白醋 这个菜的口味是小甜小酸 所以糖和醋的量根据个人的口味而定 一小勺的生抽酱油提味提鲜 少许的土豆淀粉 再倒入小半勺的清水 用勺子慢慢的搅拌化开 这样在炒制的时候 就不会手蒙搅乱了 再来准备少许炒熟的白芝麻 增加香味 全部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起锅烧油 炸茄子油温一定要高一点 烧至六成热 也就是180度左右 再倒入茄子 这样就不会吸过多的油 先静止五六秒钟左右 让茄子定型后 再用勺子轻轻的推动几下 如果感觉油沾凉的 用漏勺抖动几下 这些就能够很好的抖散 好吃大火炸一分半钟左右 这时候大概是八成熟 先捞出来 等油温升至七成热 再次倒入锅中 复炸一遍 这个目的 表示去除多余的油脂 而且口感吃起来更酥脆一些 再炸 大概30秒钟左右 炸至茄丁都漂浮在油面 颜色黄亮 再倒入切好的青红辣椒丁 马上用漏勺捞出 就可以了 听下这声音 是不是特别的酥脆 锅中留少许的油 下入调好的糖醋汁 用勺子向一个方向 快速的推动 把料汁熬至粘稠 再放入少许 刚才炸茄子的热油 继续推均匀 这样可以使酱汁的颜色 更加鲜亮好看一些 再倒入炸好的茄丁 快速的翻炒 炒匀料汁 最后再放入炒熊的芝麻 再次翻炒均匀 即可关火出锅 装入盘中 看一下最终的成品 像这样做出来的茄子 是不是很有食欲 尤其是女士和孩子 特别喜欢吃 吃起来 比糖醋里肌还受欢迎 外酥理论 下酒又下饭的糖醋茄子 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 评论 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